各位顶姐妹早晨 很开心,今天能够和大家一起 在崇拜里面,在神的说话里面予此激励 我都不多说一套说话了 因为我都感觉和大家有种亲切感 因为我都来了好几次了 今天其实是我们教会 整个教会,无论是恩福武堂 无论是东九,无论是马安山,无论是元朗 都是进到一个礼拜叫做猜传周 猜传主日的一个礼拜里面 我们很盼望在这个礼拜里面 我们回到神的心意里面 去思想上帝赋予我们这个普世猜传宣教的使命 今天我们会藉着比特前书二章 九至十二章这段经文 我们会被上帝的说话去提醒 以及引领我们如何回应主 我们现在这一刻 我们首先用这段经文 其中的第九和第十节 我们一起去安静默想 你可以在座位里面闭上眼睛 又或者你可以去 一路看着现在打出来的PowerPoint 听我去中读这段经文 比特前书二章九至十节 不过你们是被简损的一族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道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使你们宣洁 要使你们宣洋 那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不是子民 现在却成了上帝的子民 从前你们未曾梦连闻 现在却梦连闻 让我再读 不过你们是被简损的一族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道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使你们宣洋 那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从前你们不是子民 现在却成了上帝的子民 从前未曾梦连闻 现在却梦连闻 这是上帝的说话 向我们说 我们的身份 我们的使命 我们过去是怎样 我们现在是怎样 我们看得见吗 我们看得清我们的身份 和使命 仰神的话 继续落在我们的心 半分钟后 我们完结这个默想的时间 我们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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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不久 我们看得见 我不是在你 是 是 我们看得见 就是 我们更快 你们看得见 是 我有个简单的祈祷 上帝多谢你给过我们被拣选的一族 是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你让我们找到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是带着一个使命 我又求你让我们能够活出来 让我们今天在崇拜 在你的话语里面 我们得着教导 激励 提醒 生命的改变 愿荣耀归给你 听我们祈祷 教托仰望 奉主名求 好 大家好 正如我刚才说的 今天是教会一年一度的猜传年会的开始 这个礼拜一三五 在舞堂那边 都会有不同的晚会 去环绕着不同的主题 去教育 鼓励 是领子妹 积极投身 关心 参与普世宣教猜传的工作 都鼓励大家 踊跃参加 其实在下个礼拜日 也都会有一个展览 就会在舞堂那边 去展出 大家也可以找机会 回来崇拜这边 然后就过去 去参与这个展览 去参观 这样 今年猜传年会的主题 就叫做 我们属谁 我们希望 直着反省我们在 上帝里面的身份 我们去确认 以及去实践 教会该承担的使命 讲到教会 不知道大家心目中 怎样理解教会是什么 你通常回来 你第一个感觉 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地方 我猜 大部分弟兄姊妹 回来很盼望 感觉到的 就是一份温暖 一份温馨 一份彼此的伤爱 一份在主里面的温情 当我们翻查圣经 思想教会是一个群体的时候 我又发觉原来很有趣 圣经用了几方面的象征语言 去讲教会 家庭方面的象征语言 我们是基督的身父 耶稣是 当我们作为大兄姊妹的时候 他是大大哥 他是长兄 希伯来书业的时候 我自己也这么说 另一方面 亦都有些农业的词会 去讲到教会 介菜种 杀种收割 面教 又用一些身体的比喻 即是基督是头 我们是身体 或者我们当是身体的时候 我们怎样互为肢体 互相的配搭 又讲到 教会是圣殿 是灵宫 刚才敬拜队的带领帝 弟兄也提到我们 回来神的殿 是不是 这些林林种种的象征的语言 或是会给我们的感觉 教会是家 教会是一帮联系在一起的人 教会是一个群体去配搭成为一个组织 就好像一个结构紧密的建筑 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 其实这些林林种种的象征语言 也都引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教会的确作为一个组织 内里的成员如何给予此的维系 是的确在教导里面 本质上 我们不是纯粹一个内在 温馨开心愉快的群体 我们其实本质上 也是一个背负上帝使命托父的群体 我们是一个背负上帝使命托父的群体 今天我们希望在这个猜传的礼拜里面 我们就借着《比德前书》第二章 一起去思想我们的身份 和相应该当背负的使命 我们一起去读完整的《比德前书》二章 九至十二节好吗?我们一起读 不过你们是被简损的一族 是君尊的祭司 是神色的国度 是属上帝的子民 要使你们宣扬那 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你们从前不是子民 现在却成了上帝的子民 从前未曾梦连吻 现在却梦了连吻 亲爱的 你们是客女 是寄居的 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情欲 这情欲是与灵魂争战的 你们在外邦人中要品行端正 好让那些人 虽然毁绑你们是作恶的 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 而再监察的日子 归荣耀给上帝 比特前书 是使徒比特写给小艾萨阿北部 即今天土耳其北部的地方 一群基督徒 当时 当比特写信给这群弟兄姊妹的时候 这群弟兄姊妹正受着迫害 而且他们预期自己 将来面临的迫害 比当时他们面临的更加大 他们只会面对越来越大的迫害 信徒就在一个充满着敌意外邦的群体里面 去面对着林林种种的毁谤 迫白 比特就写出这番话 比特其实是提醒他们 在这个被敌意毁谤 还治的处境里面 其实他们是有个独特的身份的 就是说其实第二章九字一开始 那个不过的意思 其实正正就是导出那种 周围很不备当 但是你们是很特别的 那个意思 这个独特的身份 不单止是在地域上 与众不同 更加在时间上 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处境 因为你看到比特在第十节那里 说到以前我们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以前不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以前不是上帝子民 现在是 以前没有梦怜悯 现在有 过去和现在不同了 这个独特的身份 这个独特的身份 是今天我们恩着上帝的怜悯而有的 这个独特的身份是什么身份 比特是引用了很多旧约的词汇 去说到这个身份 也是沿袭着上帝的普世的救赎计划 第一 是被拣选的一族 就是说到 好像我们过去那些以色列人那样 被上帝很奇妙的恩典 从埃及那个被罪恶围挠的地方 拔出来 离开罪恶的处境 离开了怎么呢 做君尊的祭司 就是说到 我们可以继续去引领其他人 都好像我们自己那样 离开罪恶 亲近神 敬拜神 这帮人 成为一个国徒 被上帝去管治 成为圣洁 无有瑕疵 去彰显这个君王的君主 那个荣耀 最后 彼得就说 作为一帮这样的群体 我们就是一帮熟臣的子民 我们和上帝是有一种 永不改变的关系 亲密的关系 根据这四个身份 我们可以归纳出一些重点 第一 我们呢 其实有一个 被上帝简选 分别为圣 而且这种 被上帝简选 分别为圣 和神亲近亲密的关系 是永不改变的 大家停一停想想 其实这种身份 是不是靠我们做些什么赚回来的 原谅我说 你做什么都赚不到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不是你赚回来的 是你凭恩典 领受上帝给你的礼物 得回来的 所以这里 彼得不是说到我们靠行为去得救 或者去换取上帝的什么 而是我们建基于这个永不改变 你拿不到赚不到 但是你是凭恩典 得回来的身份 作为我们生命 彻底改变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下 不是告诉你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在这个努不可破的基础 里面我们可以 凭信心放胆做 任何上帝我们做的事 做什么呢 就是要向世界去显明 我们就是一班这样的上帝的子民 尤其是当这个世界最恶 日益猖竭 社会越发败坏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要 不过 我们就是与众不同的人 不过 这个身份是很独特 很宝贵的 而且这个身份 你发觉 彼得从来没有叫你个别的人 自己去单打独斗搞定他去做 彼得 贯彻地说 是作为一个群体 一起去向世界作出这个见证 各位鼎姐妹 我们有没有敏感过 有没有思想过 其实 原来上帝是给了一个很独特的身份 我们的呢 过去 比特前书这样说 今天我们在香港又如何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东九子堂这个位置 上帝其实可能都给了一些独特的身份 我们的 有没有想过 好走脚嘛 牧师 挺好的 我早前和自全牧师 有机会大家交流 他说到 东九子堂正位于 启德发展区 即是哪里 你知道吗 旧机场重建的那一大大地 其实有半个九龙那么大的 还有呢 官堂市中心如文坊重建 大家都沙尘滚滚 现在 其实呢 这里是一个很有商业发展的潜力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上班一族在上班 现在 但是与之同时 当你走上去 愚民方球区再上一点 其实 官堂这个地方 也是全港最老的地区之一 其实 教会一方面 有没有 乘在那些上班一族 满足他们福音的需要 与此同时 亦都去关心 在这个区的老街坊 那些可能生活 较为草根的旧区居民呢 我们有没有这样去认定这个身份呢 武堂又怎样呢 荔枝角那边又如何呢 其实差不多 武堂身处荔枝角 附近呢 很多那些 以前是工厂大厦 现在已经改建了做写字楼的地方 其实都不少上班一族 其实附近呢 也都有一些 好 好 就是相对附属 我猜 那 就 私人住宅区 美夫 或者是 四小龙 就是近十几年 刚刚落成的 那几个 新的屋苑 相信呢 这班呢 都会相对 是可以 生活 方面呢 是比较稳定的 一班的街坊 但是 同一时间 欣福堂 荔枝角 当我们走回去 近 深水埗 大角咀那边 其实 都有很多街坊 住在屋邨 有私人屋 不过呢 四五十年了 变成劏房了 变成龙屋了 我们有没有想过 欣福武堂 是怎样将 这些不同的社区的人 都变成劏房了 变成龙屋了 串联一齐 彼此的帮助 见证上帝的荣耀呢 每个位置 原来上帝都给我们一个独特身份 我们又再看远一点 香港又怎样 我们怎么理解香港 那个独特的历史 地理 位置 身份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呢 其实香港 我们 独特的历史 令到我们 今天 在全球的华人社区里面 其实我们是很有中国文化的涵养的 大家有没有同感呢 大家知道前几天 其实台湾已经通过了同性婚姻的合法 其实你看回全球的华人社区 如果你对比台湾绝对非常前卫 你说大佬是不是好些呢 如果你认识国内的情况 离婚率高于香港 OK 所以你看见 反为香港华人的社区 可能是全球的华人社区来说 反而你不知道 可能 其实就是全球华人社区里面 竟然是持守着最传统的 华人传统文化的社区来的 但是与此同时 香港人其实又有殖民地的历史背景 让我们是比较懂得明白西方思想 尤其在我们代人处事做工的时候 对不对 就是我们那种讲求效率 对事不对人那种思维方式 其实我们也是能够成为中西文化的人士交流的一种的桥梁 讲信仰 其实在华人的基督教圈子里面 香港的神学教育可以说是全球神学教育的桥头堡 地理上 这个地图打出来 你看到香港身处东南亚和中国大陆的中间 印尼是全球最大的穆斯林国家 泰国是全球最大的佛教国家 中国是十三亿人口 占全球的五分一人口 OK 加上东南亚 如果你计算印度 我肯定告诉你 其实这个区域已经占了全地球一半人口 香港就是中间 我们有没有这样用这种上帝国度的国际视野去看香港的身份 独特的身份呢? 今天我们又用什么回应去活出这个身份呢? 我们继续看第九节下半部 这个身份呢 彼得没有就这样 不停以说完算数 他更加是具体 一锤定音 去说出这个独特身份是有一个重要的使命的 就是要宣扬 是不是? 这个动词宣扬 宣扬原文的意思呢 是讲到一个宣布 即是公开性去讲 公开性去讲些什么呢? 是一个报告来的 即是说 其实 他是讲的一样客观 是人 你没得推诿 因为是一个事实的内容的东西 这个就是宣扬宣讲报告的意思 宣扬宣讲些什么? 这里讲到是美德 美德在原文的意思呢 是讲到一些大家都会欣赏的一些品格 品德功德 而且呢 这里是特别强调这个美德呢 是公共性的 就是说 你拿出来讲呢 你谁人都会认同 这个是好东西来的 这个是对社会有益处的 这个是大家都会赞好的 给他一个like 这个是讲什么美德 是那个照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 这个是讲到上帝的美德 特别是讲到上帝改变你和我生命 有具体的东西被人看得到 看得到 那些的美德 具体生命改变对世界对社会有益处的美德 不是一些纯粹个人感动个人经历的美德 是大家都会公认认同 那种生命改变对世界对社会有益处的美德 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有一位姊妹她叫廖志 中间没有个启字的 缅粹看王镇人 缅粹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在四川省 这位姊妹是一位舞蹈老师 在2008年5月 她就快到23岁了 本来她是一个很美好的家庭 有丈夫 有个女儿 十一个月大 但是在5月12日 她在家里 她在家里 和她奶奶 和她很有趣的女儿 吃完饭 就在家里玩了 突然间 地震来到 几秒钟之后 她身处三楼的家里有个洞 三个都掉下去 掉下去之后 整间屋倒下了 她在家里面被执着 她勉强 当时也听到她奶奶和女儿的声音 她伸手摸着她女儿的身体 很柔软 但是在黑暗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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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初时说 她们还有声音 但是一路等一路等 奶奶 没有再出声了 而女儿 她的手摸着她的身体 也都漸漸冰冷 等了大概三十个小时 获救了 但是唯一获救的 就是她自己 奶奶丧生 她的女儿都死了 她是唯一的生存者 去到医院 第一时间 医生跟她说 她膝头以下的脚 要撤走了 她是一个舞蹈老师 很惊 什么都没了 她丈夫后来都走了 离婚收场 结果怎样呢 当她失去一切的时间 她就在医院里面 认识了一些基督徒 大家其实之前过去 她不认识人 人不认识她 平水相逢 但是这班基督徒 愿意跟她度过 这个人生的低谷 感同身受 跟她同行 于是她就学习去选择 将她生命交托 给这位上帝 去接受耶稣基督 做她救主 生命的主 结果她的确 她的人生就得着改变 过去她很多的事 可能都会选择 逃避 退缩 害怕 但是今天 她只要有机会 她愿意去踏上尝试的一步 她接受一个安装二支的手术 她呢 后来呢 竟然 去跑马拉松 去游泳 看到一些照片 去攀石 我都没攀过石 爬雪山 2013年 4月瓦安的地震 她甚至第一时间 去奔赴前线 去做救灾的志愿者 她带着的二支 去运送粮食 去送发电机 去搭帐篷 后来呢 她甚至是 投入到呢 她那对二支 是因为长期浸泡在灾区 很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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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二支 她要浸坏了 要更换 也不过 为生 付出 直極过沛 在 13年5月呢 她就 获中央电视台 去邀请 参加一个真人show 叫做 没有出我人生 就是这个机会 她认识 Charles 后来成为她的丈夫 她是一位二支的工程师 有一位基督徒 是带着使命 并由美国 远道重阳 来到中国 去服侍中国人 14年1月 她就和这位弟兄去结婚 2017年12月6日 我相信大家都明白 当时中国是一个什么处境 但是这位姊妹 竟然能够在中央电视台的综艺节目 《越战越勇》里面 唱出基督教的诗歌 一路唱 一路去美美到来 她生命改变的见证 全国播放 今天这位姊妹呢 继续带着使命 去帮助全国 像她那样身体残缺的人 去尋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有个访问 她说 她希望通过她的爱人的技术 她的经历 去能够让更多的折肢者 身体有残缺的人 过有尊严的生活 求主继续祝福 她的家庭 她的儿女 勇敢地在国内和国外 都分享她这个见证 上帝召她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的见证 大心盼我们每一个都去效法这个榜样 你跟我同样应该都有这个生命的见证 与人分享 我们继续看最后两节 十一十二节 彼得在这里继续去向我们作出两个的劝语 第一就是要禁戒肉体的情欲 这个是与灵魂争战的一个肉体的情欲 禁戒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到避免接触 避免去用它 避免端正就是说到一些去活出某种标准的行为 生活方式 而这个标准是特别说到一个很高水平 无可非以无可指责卓越的标准 其实说真的 即是你不信耶稣 都应该知道要禁戒肉体的情欲和品行端正 但是这里说到很特别 给我们一个原因 他说因为我们是客女寄居 所以我们就要这样做 这个是怪怪的 你想想 客女寄居和品行端正 禁戒情欲有什么关系呢 这样 在原文里面 客女是说到异乡人 即是强调我们本来不是那一树的 我们是另一树的 不过现在我们在那里 寄居的意思就是说到 是我们现在在那里 无论你住在那里多久 你都是寄居的 即是说 其实你在那树留多久 都好 都是临时的 所以其实这个客女寄居的意思 有两个重点 第一 既然你知道自己 其实你原本不在那树 是临时的 你就不要留戀那些临时的东西了 现在 私欲 和 不端正的品行 其实就是那些临时的东西了 的确 你在那些临时的东西那里 很老实说 是可能会为我们换来临时的快乐 临时的好处 临时的回报 就是我们不可以否认是有这样的可能性 但是 彼得就提我们那些是临时的东西了 就是说 你不要想着那些为你换来的快乐 回报好处 你带得去永恒 结果最终那些东西都不会为你换来最大的益处的 还有 还有 在这个处境里面 我们身处异乡 如果要坚持我们在故乡的生活应有的方式 其实 必然会换来冲击挑战和艰难 有没有人 试过家人去外国旅行 然后带个电瓣包 我认识 我有些亲友 真的要带个电瓣包去旅行 因为他们怎么都要去我们吃饭 那你就明白那个意思了 就是 你在异地 你坚持要在故乡的生活方式 你一定会搞到你很麻烦 其实 彼得的意思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说 今天你和我身处世界 要坚持天国的生活方式 一定会为你换来极大的麻烦 大家 有幅地图 世界地图 这幅地图的名字这么有趣 叫做全球搜网名单 然后有些国家就填了一些颜色 那你猜一下这些颜色是什么意思 旅游圣地 这个地图 是由一个叫做躺开的门 open doors 的一个基督教机构 它是专门服侍世界各地 因为信仰受逼得的基督徒 去关心他们 支持他们的一个机构 它每年都会统计出 全球五十个最危险跟随耶稣的国家 就会 把那五十个国家的颜色 把那五十个国家的颜色 这个就是2019年的统计结果 他们进一步推论 就是说 其实全球现在有九个基督徒 就有一个受逼迫 9个有一个 在座这里起码有九十人 几百人 我们有没有九个有一个受逼迫 这个逼迫不是说 在说被人骂两句 那一句 在说你真的可能因为 信耶稣 你被你的社区 去边缘化 你本来得到的社会的利益 社会的收税 收你重一点 可能你买菜都会多些阻滞 那一句 就是完全你生活 全方位地受到冲击 那一句 香港没有的 很幸福 很幸福 好了 你说这些是几多教机构统计 信了 好了 英国广播公司 我相信差不多 应该是全球都很被尊崇的 新闻机构 5月3日 有一篇报导 引述英国外交及国协事务大臣侯俊伟 Germy Hunt 有一个发布 就说到 世界各地对基督徒的迫北日趋严重 有一些地方甚至去到 一个叫做种族清洗的地步 种族清洗你知道什么意思 全部都杀了你 他早前委托英国圣公会 道雷教区主教 Bishop of Truro 有一个英文叫Philip Mon Stephen 穆斯代芬亦造的一个研究 得出结论 还得人害怕 世界上每三个人 就有一个正受宗教迫害 而其中最受迫害的信仰群体 宗教群体就是基督教 举例 在巴勒斯坦 今天 够胆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口 已经跌到只有1.5% 伊拉克基督徒人口 从2003年的150万 迅速跌到今天少于12万 不要说远了 近期复活节 OK? 刚刚上个月而已 斯里兰卡有好几间教堂和酒店 遭受恐怖袭击 死了几百人 印尼 华人基督徒耶加达市长钟万学 因为宗教缘故 被判监禁两年 上年其实都有很多的恐怖袭击都发生在印尼 都在教会那里 中国呢 旅旅传出 拆拾字架 各式其式的打压 环顾世界和历史 讲真那句 今天香港的宗教自由 和可以传福音的机会 其实是大到无可再大的恩典来的 是大到无可再大的恩典来的 如果我们浪费的时候 我怀疑这个不单是奢侈浪费那么简单 或许都是对上帝的恩典 近乎涉足的不敬 基德告诉我们 这些冲击艰难挑战 他用客女寄居的象征语言 不单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必然的 亦都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会过去的 将来在监察的日子 我们一切承受的委屈迫白 是会得着申诉的 曾经攻击过我们的人 会因为我们坚持那个好行为好见证 是会在那个监察日子归荣耀给上帝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承受的逆境 原来是一个机遇 你有没有这么想过 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过一个故事 就是有两个生意人去谈 如何在非洲买鞋 生意人A就说 在非洲买鞋死定了 都没有人穿鞋 但另一个反转体 整个非洲都没有人穿鞋 如果能够令到整个非洲的人穿鞋 你还不发觉 发觉什么 其实有危必有机 这个真是事实 你是不是用信心去看 回顾中国教会的近代史 其实正正引证这个事实 中国教会有没有人为文化大革命消灭 有没有 文革期间 基督徒大受逼迫 整个国家都惨悲犹论 但是却叫人看见一个事实 无论初冲是多么廉洁 多么理想的一个政权 但是原来 在罪恶和个人利益充分头脑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变成一个玩弄权术 和大肆破坏的邪恶组织 理想幻灭的同时 看见 那些来到中国的宣教士 那些坚守信仰立场 有风骨的中国教会领袖 成为亨枪有力的见证 去见证上帝的真理和信实 感动很多的人 去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盼望和出路 结果在文革后期 教会迅速和大大复兴 基督徒人数 相比1949年 即是文革后期 相比1949年是增加了几亿的 很多的数据 是显明着在福建省 广东省浙江省 都是有这个证据确作的现象 早前有机会去亲身接触一些国内教会的领袖 关心他们 他们不约而同去导出一个信心的表达 他说 今天教会所承受的冲击 的确是艰难 但是却去挑战着回众 是不是有真信心 是不是有真信心 对整体教会长远来说是一件好事 这句话我不敢说 我说的福良话 但是他们内面的人说 我很感动 我很被激励 所以一方面 为到这些领袖的信心 忠心去感恩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都深系祖国的同胞 在信仰上承受的水深火热 不要忘记他们的困苦 切切为他们的讨告 以及珍惜我们今天有的 身份、使命和机会 各位弟兄姊妹 原谅我问 今天我们觉得信仪松是一件什么事呢 是不是就是 只为我们的人生换来愉快 换来安舒 加入教会就是进到一个温馨愉快的群体 大家开心心算数 是不是这样呢 上帝建立教会 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 是为着我们成为世上的炎和光 是为着我们继续接触耶稣基督被猜显到这个世界的使命 我们要向整座见证 我们要使民作门徒 我们是要去背负着 耶稣基督 普世宣教 那个托父继续走下去 现在我播了一条短片 叫做 我们该知道 请大家留心看 当中的讯息 最后我会给大家时间 看完影片之后 安静一段时间 然后我会 一起和大家讨告 高优优优独播剧场—— TA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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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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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的生命能夠更新、改變、重新去貼近你的心腸 你給我們身份、你給我們使命、你給我們機會 你沒有就這樣下個指令叫我們死做難做 你卻是與我們同在,直到世界的門了 我們多謝上帝你對我們的心恩口愛 原來你的心恩口愛的長闊高深 更加是落實在你對我們的使命的呼照裏面 我們懷著謙卑、敬畏的心去領受這個救恩和使命 兄姐妹,你願不願意在你往後的日子裏面立志 繼續在這個宣教猜傳的上帝的心意裏面 繼續學習呢? 你願意立志的,你舉手我為你禱告 感謝主,感謝主,感謝主 這個的確是上帝的心意 我們在當中會更加去體現上帝的封城 上帝的大能、上帝的榮耀 我深藏這群弟兄姐妹 他們向上帝你所表明的這個心志心願 按著你的帶領 讓你的生命 是更加體現上帝你的真實 願主祝福 各位兄姐妹,你又願不願意 去繼續去用禱告去關心 去托著這些宣教的工場、工人和事工 因為不是靠勢力 不是靠才能 是靠你的靈,方能成事 我們的討告 是真的能夠幫助到這些需要 你願不願意立志去討告呢? 行上去為這些需要討告 你舉手我為你討告 感謝主,感謝主 主但願這群兄姐妹 他們往後能夠更多的接觸 一些宣教工場的近況、需要 以及也都留意到身邊的頂姊妹 有這方面的心志 能夠給予此的鼓勵、激勵 去預備我們成為一個更合理去用 進到跨文化的工作的一群人 我們有個彈性 去放下自己原本的圖 去聆聽另外一個文化的聲音 他們的生活的習慣 我們願意謙卑去學放下自己 我們願意用心去關注這些需要 我們用討告去體現你的大能 願望你帶領 各位頂姊妹 我們願不願意不單止去自己學習 去討告紀念 我們真的願意去聖經說 你的錢在哪裏 你的財保在哪裏 你的心也在哪裏 你願意奉獻去表明你這個關心 你願意去立志 去為到猜傳宣教的事工 去奉獻金錢的 你舉手 我會為你討告 感謝主 感謝主 我們使你 が 你 總是 你 不 要我們 吭习 祷告 奉献 我们真的愿意参与在里面 短孙 甚或我们开放我们的生命 给上帝带我们 有没有其他更长线 参与宣教工作的可能呢? 我们愿意的 开放给上帝 你举手我都为你祷告 感谢主 天父上帝 你创始成终 你定义在你回来的日子 万民都得民福音 这个真是你一个对世界历史 一个不改变的计划 原来我们参与在当中 是一个荣耀的福分 帮助我们教会 能够不断培育到 这些的仆人 人事内投身在这个普世宣教里面 很不容易的 因为我们竟然是培育着一些人 不是去 只是自养自肥 而是为着普世的需要 送人出去 那种不畏己 你为你的心 求你坚固我们 让我们能够 这样为你摆上 我们这样立志摆上 求你越纳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 得声名自己求 或者是顶核 准备 我来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